4月15日 二度上任圣盖博士市长的廖钦和与AYC青少年中心 在圣盖博士史密斯公园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 表彰在寻术活动中 第一个找到香港养子金花的金斯敦摩克同学及其母亲 廖钦和市长亲自颁发了奖状和百元奖金 首次当选圣盖博士华裔副市长丁炎瑜 AYC公关经理陈凤怡也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当市长的时候 我也是想到如何让我们社会的大众 能够有一个好的户外的地方去 然后再来当我捐钱给树 就是要润养树的时候 我要润养三棵树 三棵树上面就有我的牌子 写的市长廖钦和还有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要爱一切 Love for all 我们跟AYC合作 然后花仲来找香港的兰花树 这一次能够由我们墨小朋友 他叫Kingston跟他的哥哥两个人找到了 希望鼓励了年轻人多多走向户外 三月下旬 廖钦和市长为了鼓励青少年走出户外 发起寻術活动并给予奖励 目的是鼓励青少年多参与户外活动 增强体制来抵御疫情 消息一出 当天就有一位金斯敦摩克和他的双胞胎兄弟 随同母亲一起 前往亚凯迪亚洛杉矶植物园 去找香港养子金花 两位双胞兄弟中的哥哥 用了四小时时间就先找到了这棵树 并由哥哥出席当天的活动代表领奖 谢谢那个AYC帮他找了第一份工作 他也做得很好 他还有几个月他就可以转正做permanent那种了 所以他以为 他那个supervisor也很喜欢他 他以前是在那个Arcadia Park 他后来那个cellular park 他们接他过去 接他过去他们又又 那个他们又又又他回去 Arcadia Park他也不想回去 所以他就在stay那个Arcadia Park那边住了 2020年底 这位妈妈在新冠疫情时 大儿子染上新冠病毒不幸过世 但是妈妈决心走出悲伤 与两个小儿子一起去寻树 以此方式来表达对失去亲人的怀念 廖钦和市长决定再认购一棵树 并以这位妈妈失去的大儿子名字命名 全美电视台记者盛盖博士采访报道 优 Plans sebelum定 supposed to be 优优独播放